阿美戰士楊清明為西北國王首開紀錄 不要忘了再出現 這段六連勝期間 賽前高國豪在這個訪問的時候也有提到 其實球隊差別最大的就是打球 拿下這個防守籃板 把球往前給阿美戰士有個跑完機會 哇 前面的7分全部都是集中在楊清明的身上 黃世山進球之後再給到楊清明 終於一個拋投 最後兩分是進算了 裡面是非常的懊惱 快攻機會 也是楊清明 輕鬆的擺進兩分 他今天投籃的狀況比較糟糕 在開解 阿美的3分球來了 如果他投進的話絕對不會有這個 可能這個這麼快的外圍空檔 有個機率喔 還是投外圍 阿美 側面部再給到林立仁 然後籃底下 這一回裁判獎兆 這個身體的接觸就非常明顯 聯盟目前發球次數破百的兩位選手都在這場比賽 是宮城市的星巴跟新北國王的楊清明 看他打完之後手上都會多幾道 很容易上法流線 你不要考慮帶個袖套 再給到阿米 再投一個三分球 這個三分球幫助投在第三節 終於打開這個得分 來個穩定的中距離 真的好穩喔 這個空間掌握得不好 不行再來一遍 以前楊清明的掉頭三分球 846915分差 哇 楊清明接球後的馬上出手 划第三節 這次要靠市關長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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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d 好 tweets 知道嗎 好球 自己攻 只有大概 十五分左右是來自板 foot 先發的球員得了快要九十 近期這波連勝的時候 在防守關上面 也給予球最不少的能量 阿米兩罰中一 當比賽最後是28分 阿米兩罰同姿 阿米兩罰